很多同学是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个啊非常容易开大 就随着那个字形走了 很多人他就认为 我一定要唱大了 你看这个字就随着我 他就过去了 然后声音就闷在里面向后倒了 我小一点 难道我这样唱的不是啊吗 我非要啊我非要这样才是啊吗 并不是吧 你看啊 我小一点 好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字不能开得太大 如果开大了 就是我刚刚说那个杖刀开 我说我们换一个思路 我们小一点 当然你小一点并且向上 您的集中点就出来了 因为我为什么又换了一种说法 因为我因为觉得 很多这个现在线上啊 很多同学可能对于集中啊 理解的不是特别的准确啊 如果我要说 单纯的说集中 很多同学竟然挤了 我说稍稍小一点的去咬这个字 去归这个字 可能对于同学们来说 更好理解一点 好吧你看啊 我唱小了 他是不是就自然集中了 我要唱大了 他是不是很难集中啊 这一点同学们应该没有问题吧 你看啊 好 这是第一点 我们的字稍稍小一点 然后竖着去归运 把这个字稍稍留有空间 还有第二点就是 我们越到高音 我们要探得越深 啊 而不是我随着音高 下面没有根了 所以这个声音呢 就没有张力 也没有对抗 那么这个声音就是堵的 然后这个声音呢 也就是散的 也很多同学说 哎呀没有在腔体里 啊 这扯的 啊 这感觉掉起来了 没有根 啊 啊 啊 龙华 龙华 中文字幕提供